2020年5月12日是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前一天 为了庆祝法轮大法开传28周年纪念日 也为了恭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9岁的华诞 美国迪特律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利用午休时间在公园集体练功 感恩法轮大法让他们生心受益 这一切都好了 让我身心受益 游戏练了功法以后 也是身体没有病了 一切都好了 法轮大法是一切好的比赛 它能保持你的心、身体、心 法轮大法的比赛 会增加我的病人 法輪大法好 法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公祝其尊生日快乐 新唐人记者婉盈 美国底特律采访报道